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台湾的一封信 民进党要高雄人道歉的议题在网络上发酵 台北市长柯文哲13号批评 一个政党选举失利竟然要民众反省 天啊 韩国瑜阵营抨击 民进党去年在高雄落败后 不仅没反省二十多年来治理高雄 遭高雄人放弃的原因 却反过来质疑消费羞辱选民 称高雄人对不起台湾是多么傲慢可怕 败选都是他们的错 永远不懂反省的民主退步党 眼见舆论延烧 蔡英文14号大动作南下高雄 召开所谓南台湾发展计划记者会 除了蔡英文赖清德陈局三人合体外 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陈琴迈 所谓政务委员张景森等人 通通一字排开 刻意选在高雄宣布所谓的南方政策 包括聚落交通农业以及观光四大面向 我们以高雄来说 未来的关键的两个发展的引擎 一个是半导体 一个是产业相关的造船 蔡当局政策特别着重高雄 摆明了是直接向请家中的韩国瑜宣战 选举我们没有选好 让高雄人失望 不能因为高雄的政党问题 我们就放弃承诺 高雄人没有对不起谁 只有放弃承诺的人 蔡对不起高雄人 对于蔡英文的说法 韩国瑜再度反抢 我们也可以选择放烟火 花几千万花几亿把烟火放掉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钱 好好的为市民百姓来打拼 我们这一年来 光道路的铺设都快了280条左右 我们做得这么认真 到底谁对不起高雄市民 我觉得民进党讲这个话 完完全全错误 而且蔡英文要很清楚 民进党对不起高雄的人 高雄市长韩国瑜去年掀起韩流 在高雄拿下超过53% 合计89万张的得票 2020选战最后力求韩流再起 反之民进党抗韩流 喊出台湾要赢光复高雄 要凭选票破百万 选战进入倒数时刻 各阵营皆在比拼造势 霸函社团与台湾激进党等 将在高雄举办霸函大游行 对此挺韩团体选在同一天 举行高雄光荣周年庆大游行 民进党内近日传出 游行对手出澳部 希望停办或改期 民进党籍民代赵天玲称 很多县市的民进党服选干部 非常担心万一发生冲突 反而影响目前稳定的选情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选前之夜攸关胜选气势 绿营将在高雄 新北 台北举办活动 以抢下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前的 凯达格兰大道路权 蓝营则预定在台北高雄造势 但包括凯道 台北市政府前广场都没抢到 现在还在思考台北市的合适场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